那么在马克思看来 作为一个实践的伴绸 所谓实践观点 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 人和动物的区别 作为一个类的区别 它一个关键点是什么 是劳动 是劳动 所以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 就从劳动出发 从劳动出发 马克思从这个人本主义 从人本主义 也就是说给这个劳动下了一个定义 那么对劳动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 我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 可以从历史学 可以各个角度 那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 他下了一个定义 他说这个定义是什么 他说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 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 什么是生命活动呢 我们看一看 马克思有一个定义 他说生产生活就是内生活 就是说人的内生活是什么呢 就是生产生活 生产生活 这是产生生命的活动 这是一个规定 人的这个劳动 作为一个生命生活呢 他就是讲的生产生活 也就是规定人的本质的 是他的生产生活 体现人的内的 他的普遍性的 就是他的生产生活 就是他的生产生活 那么这个生产生活是什么 他为什么能体现内 所以你看马克思在后面一句话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 种的内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生命活动的性质 也就是说 为什么它是作为可以作为内的 因为它是具有普遍性的 它是具有普遍性的 所以它是一个 他说任何一个决定的一个整 人一个种 一个种叫做动物不同意 动物种和人 这个不同的种 它们的特性呢 都是由它们的整体特性 种的内特性决定的 而这个种的内特性呢 就是生命活动的性质 生命活动性质 好 那么这样的马克思就 这个看起来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思路 首先为什么要考察 人的内的这个生产生活 因为它是内生活 也就是说 是一个种的 整体的 具有特性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从这儿开始 那么他说 在这个地方 他后面一句话 他说 而自由的 有意思的活动 恰恰就是人的内特性 好 那么进一步就 从这个里面啊 又进到下一步了 人的内特性 因为它考察的是人嘛 那么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那么人的内特性是什么呢 它就一个规定 就是自由的 有意思的活动 自由的 有意思的活动 这样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啊 从这样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定义里面 它对人的本质的一个说明里面 可以看到它的这样一个思路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以生产生活 生产生活 内生活 自由的 有意思的 这样几个活动啊 来说明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 也就是对人的本质的 这样一个规定 所以我们说 人的本质是实践 太抽象了 太抽象了 你怎么去理解 去剥离这个人的本质的 它的内涵是什么 也就是说 当马克思说 人的本质是实践的时候 什么东西倒到实践去理解的 这个实践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内容 它怎么去剥离 如果你仅仅把实践和人的本质 你怎么去强调 画等号的话 你怎么都结束不出来 但是你一旦去考察 人的生产生活 考察他的内生活的时候 那么实践对于人的本质 规定的这样一个定义的内容 它就展示出来了 它就展示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看到是什么 生产生活这个概念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 马克思把生产生活 作为人的内生活 把它作为一个区分人的存在 和动物存在的一个尺度 一个尺度 那么这个地方啊 刚好显示了马克思 和不同于以往哲学家 对哲学 对这个人的本质的一个理解 一个基本理解 就是说以往的这个哲学家呢 主要是以人的理智 人的这样一个理性为尺度 来对比这个人和动物的差别 比方说亚里索德 强调人是什么 人是有理性的 就用理性来说明 这个人的这样一个 人和动物的差别 也就是说把这个理性 作为人的本质 那么这样一个 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呢 它是一个单因素的啊 它是一个单因素 就是说你直谈到人的理性 而且呢 它是作为一个观念的东西 作为一个观念的东西 也就是说呢 但是马克思 我们可以看到 他把人的生产活动 就是说生产生活 把人的生命活动的方式 作为人的本质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人不仅仅具有理性 就是说它区别于动物啊 不仅仅是理性 它还有其他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 它不单单把理性作为 人和动物相区分的本质 而是要从人的生命活动的整体上 从人的生命活动的整体上 从人的生命活动的方式上 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 把动物区分开来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 从理性来说明 人和动物的区别 那我们只需要认识论就行了 我们只需要做认识论的研究就可以了 人能够有认识论 这个动物没有认识论 我们只做这个区分就可以了 而以这个人的生命活动 来说明人和动物的区别呢 就是要说明 这个在本体认上 本体认上来说明 人的自由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你不能光光讲 我有理性就行了 而是说 人和动物不同什么 它是自由的 它是自由的 所以你要在本体认上说明 人的自由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当马克思提出来 人的这个内生活啊 就是说 以这个人的内生活 以生产生活 作为这个本质的时候 实际上就提出了 一个本体认的概念 也就是说 把人的本质的研究 置于了本体认的层面上 来加以考察 来加以考察 这就构成了马克思 研究这个问题的 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思路 最主要的思路 也就是他对以往 这些加的一个区别 那么从这个区别当中 我们再来看 马克思是怎么认述的 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定义 就是说人的 人的本质是什么 自由的有意思的活动 因为人的内特性是什么 就是讲他的自由的 有意思的活动 那么就要看 这个自由的 有意思的活动 它在本体认的意义上 它是一个什么含义 也就是说 人的本质是如何可能的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分析的思路是什么 如果我们讲 人是理性的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定性的 它是一个定性的 就说它是一个对事物的 一个性质的说明 但是我说人的内生活 它的自由是如何可能的 我是讲的什么 不是一个定性 而是一种起源学的探讨 是探讨它的形成问题 我说它是如何可能的 我不是说它是什么 就像我说这个书 这个书是什么 我说这是一本书 但是我要是从起源上来研究 我说这个书是怎么来的 它里面包含什么东西 所以我是从形成上面 从一个动态的 从一个生成上 来对它进行提问 是不是就改变了 这样一个哲学的 这样一个提问方式 是吧 改变了哲学提问方式 如果在之前的话 我只是讲 以往的哲学家 在讲人的本质的时候 我直接定性它 它是什么 杯子就是杯子 杯子是什么 它有什么特性 它是圆的 是方的是什么 但是我现在不说 这个杯子是什么 我是说这个杯子 它是有什么构成的 它是有什么构成 它的资料是什么 它是怎么发展过来 是怎么形成这样的 所以它是对它的 形成的一个提问 所以这样呢 它就把对能的本质的研究 由对静态的提问 转向了对动态的研究 对动态的研究 这样呢 就形成了 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路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 对能的自由 本体论的这样一个说明 而且这个说明 不是在近代哲学的 那一种定性的方式上 在进行研究 不是做一个静态的研究 而是转向了一个 动态的这个提问 我们说马克思哲学 属于现代哲学 它为什么属于现代哲学 就是它改变了传统哲学的 就是近代哲学的 一种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 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这个思维方式 其实就在它 在说明人的本质的时候 已经体现出来了 已经体现出来了 那么我们看一看 马克思 下一步我们看一看 马克思所说的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包含什么意识 有什么意识 就具有什么意识 首先呢 这个范畴啊 作为这个自由的 有意识的活动啊 它首先具有认识论的 和理论的意义 首先呢 它具有认识论的 和理论的意义 但是马克思也是 非常强调的 这样一个意义啊 强调意义 这里所说的认识论 我们说的认识论 和理论的意义 包括马克思自己定义 它不是啊 在这个否定 本体论的意义上而言的 而是相对于实践来说的 它不是说 我是相对于本体论 相对于本体论是什么 我是认识论 它是本体论 我们是两个领域 它不是相对于这个而言的 它说的认识论的意义 和理论的意义呢 是相对于实践的意义而言的 也就是它第二层意义 实践的意义 相对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言的 也就是说呢 它是相对于人的历史活动而言的 相对于历史活动而言的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呢 这马克思所看到什么 能和动物的一个区别 就在于它把自己的生命活动 自己的内存在和它自身的 肉体的存在分离开来 就是说我能够啊 这个人啊 它作为一个本质的 相对于实践意义是什么 它说这个认识的意义 就是它表现了一种什么 一种抽象 表现成 就是我能具有一种抽象的 这样一个能力 我可以把我自身的肉体 和我的精神 和我的内的存在 把我的个别和特殊 把它区分 这个个别特殊和这个普遍 把它区分开来 把人的本质 从这个内里面 它的内本质啊 从它的特殊里面 把它抽象出来 抽象出来 所以这样呢 它就可以什么 所以它说 这个有自觉的 有意识的活动 自由的有意识活动 有意识的活动什么 它要把 首先把自己的生命 变为对象 它这个里面不是讲的 我把自然作为对象 而是说 我把我自身 作为一个对象来思考 这是 实际上这是费尔巴哈 最开始提出来的 那马克思用了 这样一个观点 那首先强调 把自己能够 和自己的肉体分开 把内作为 这样一个研究的对象 那么为什么说 我们说这个思想 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呢 就是费尔巴哈 在开展宗教批判的时候 它是强调 宗教是什么 宗教的本质 它是做人类学的考察 所以宗教的本质呢 是把自己的内本质外化了 把自己的内本质 当作一种崇拜的对象 崇拜的对象 所以能对神的崇拜 实际上是对 自身的内本质的崇拜 是对内本质的崇拜 所以这是 这是对黑格尔的那种 违心主义的一个否定 但是如果说 这一点是这样 它是继承了费尔巴哈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 在这一个层次上 如果说马克思 仅仅停留在 论识的和理论层面上 说明人的本质 它不可能超越费尔巴哈 也就是说 它没有超越费尔巴哈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 在这个层面上 而是进一步进到了 对人的本质的实践意义的说明 所以它的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对它的实践意义的说明 那么马克思所讲的 实践的意义是指的什么呢 是指的 人对外部世界的关系 人对外部世界的关系 或者说 是人的生产的特点 就是说你在实践的意义上 你生产是如何可能的 生产的性质是什么 我现实生产的性质 也就是说我的活动是什么 我不能说 我仅仅是把意识作为对象 我这个对象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不是说它是一个形成概念 它是从生产来的 所以它要考察生产这个概念 考察生产这个概念 我们看一看 就是说马克思在这个层面上 也就是说在实践的层面上 它是怎么比较 人的生产和动物生产的区别的 人的生产和动物生产区别的 在这个地方它说动物也生产 因为马克思的这个生产概念 不是一个工业生产 而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这样一个概念 自我创造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它说动物它也要自己 就是说也要生产吧 就是说也要进行活动 也要做活动 但是它的活动 只是为自己营造它的住所 只是为它自己营造它的住所 也就是说它的生产 就是它所谓的全部生产 就是和它的自然相联系的 只把它的用事产生出来 一代一代的这样一个 自然的这样一个连续性 所以它说这样一种生产是片面的 它说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 而人的生产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它说这个动物的生产 和人的生产的第一个区别 就是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 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 下面我们这个要解释的就是说 什么叫人的生产的全面性 人的生产的全面性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意思 它说动物只是在直接的 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 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需要的影响 也进行生产 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 才是真正的生产 能和动物的界限是什么 它可以超越自身自然的界限 动物永远受到它的肉体需要的 这样一个局限 它不能超越自己的肉体 那么这个呢 它就实际上就讲到这个人的生产 它不受肉体的需要的限制 也就是说 它是在它的内的基础上展开的 动物呢 是在它的特殊性 在它的个体性上展开的 它不可能在它的内上来展开 这个内上展开什么 N个是在后面 就是在以后在自然变成马开过的 它叫什么能和动物不同 它能够发展什么 它是一种获得性遗传 它是一种获得性遗传 什么叫获得性遗传呢 是一种文化的这样一个遗传 一种类的遗传 所以他 马恩格斯就讲了 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比方说 欧基里德的定理 他说能不能花了很多年级 百年级千年才发明的一个定理 但是现在九岁的孩子就知道了 因为他什么 他能够有理性 有功力 他可以把这个东西 把他的文化 所谓他的一个在以前的基础上的发展 也就是说 他能够在他的内 和他内所创造的活动的一个成果的基础上发展 所以动物它是不发展的 而人是发展的 如果你永远在自己的肉体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你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所以马恩格斯在这儿强调 他说能和动物的这个区别 就说 能呢 它不受肉体的需要的影响 并且是只有在这种需要的 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下 才进行真正的生产 也就是说 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的一个区别呢 它包含着一个内的这样一个区别 那么第三个呢 他讲 动物只生产自生 而人呢 是要生产整个自然界 这个呢 是讲的 前面是讲的人自生的生产 就是说 人可以把自己的内产生出来 那么后面讲的是什么 人可以面对整个自然界 对自然界 他说动物的产品 直接熟于它的肉体 而人则面对自己的产品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熟的那个种 和需要来创造 而人呢 懂得按照任何一个尺度来生产 并且处处懂得把这个内在尺度 运用到对象 因此呢 能也按美的规律来构造 那么我们可以 从这一段话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分析 做一个分析 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人的这个 马克思讲的 人的生产的全面性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 他说 马克思说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 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 这个指的是什么 那么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两层含义 它首先指的是什么 人的内生 内本身的生产 我能啊 我要成为一种能 我要有 对外部世界的生产 我首先有一个自我生产 我能能够把自己生产出来 所以他这个前面讲的 也就是说 那么人的内生产是什么 就是要把它的普遍性 无限性的活动啊 生产出来 所谓人的内生产呢 就是一种抽象 我要把我的抽象 把我的这个普遍 和我的这个个别 和我的特殊 把它分离开来 分离开来 然后形成什么呢 以自己生命为对象的生产活动 对生产活动 也就是内的创造活动 也就是能自身生命的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 是在哪儿完成的呢 在它的理论的认识能当中完成的 没有理性啊 能不能完成对自身的生产 是吧 当哲学提出来 哲学啊 用理智提出来 那个巴门尼德 尼德提出来的 是就是 不是就无是 是这个存在就是存在 非存在就是非存在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重复 其实呢 刚好是一种抽象 它把什么 它把存在和非存在区分开来了 把普遍和特殊区分开来 能的一种理智 能的理智 那么这样一个理智过程是什么 创造自我的过程 所以我们说哲学 它不创造经济 不创造政治 它创造什么 创造人本身